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SS当中的五轴雕刻加工这种加工方式 我们使用这种方式呢,可以应用到很多场合 在这里呢,我应用一个轻角 应用一个轻角,怎么来操作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洗学这个圆角 要洗学这个圆角 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位置单击右键 选择新增 我新增我HSS这个模块 也就是我的高速曲面洗的这个模块 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这个五轴雕刻的这种加工方式 同样呢,我们选择图形 在图形里面我们首先定义一下它的一个驱动曲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这个圆角是我的被加工曲面 所以说,我选择这个圆角作为我的一个驱动曲面 作为这种雕刻加工来讲 还有一个必要元素 什么,就是我这个投影曲线 在这里呢,我选择外部的圆环 外部的这个圆环 外部的这个边界 作为我整个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边界 也就是我一个投影的一个边界 在这里有定义一个刀具 因为这个R角,R角是这个Fy4的 R4的,R4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定义一把Fy8的这个球头刀 我选择它 同样安全平面,我定义一个Z平面 加工参数 所有的参数 默认的链接 在这里面呢,我使用这个 进出网红的这种方式 连接呢,我选择这个 垂直的,反向的 好,我选择垂直的这种进退刀方式完全相同的 同样,我计算一下 存档并计算 做一个模拟 在模拟的时候,我可以切换到 这个Solid Verify这种模拟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切削出来的 它的这个 零件的这表面是非常光顺的 我们看一下它是倒计路径 同样的,我们切换到二次元的模拟方式 很多种模拟方式 我看一下 看下图片呢,倒计路径的验证 我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就完成它的这个 所有的倒计路径 推出